在汉朝之前,史书记载非常少,甚至可以说是稀缺,但依然可以从仅有的书中知道刘鹏宫的华丽富贵,传闻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,把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了刘鹏宫。 刘鹏宫也是秦始皇用尽全国之力才修建好的,传闻当时几十分的军队来帮助秦始皇修建,光是死的人就有上万人,七宫殿的辉煌程度从古至今从未有之,秦朝本来想历经千世的,可是仅仅二世就遭到了灭亡。 这和秦始皇修建厄旁宫有很大关系,秦始皇为了一己私欲修建成功的厄旁宫,最终也让他的大秦帝国灭亡。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因果报应的,唐朝的大师任杜牧就在和房功夫写道,六王毕,四海一,属山雾,阿房书,富亚三百余礼,隔离天日,离山北走,而西者,直走咸阳,二川荣荣,流入宫墙,五步一楼,十步一格,狼腰漫回,颜牙高拙,各报地势, 高筋豆角,盘盘烟,熏熏烟,风房水卧,处步,知乎几千万落,长桥卧步,魏云和龙,福道行空,不计和红,高低明明,不知西东,歌台暖响,春光荣荣,古殿冷秀,风雨漆漆,一日之内,一宫之间,而气候不齐,皆乎,一人之心,千万人之心也,勤爱分舍, 仁义念其家,奈何取之进之诛,用之如泥沙,耻腹洞之助,多于南母之农夫,驾梁之船,多于基上之宫女,钉头林林,多于在雨之肃立,瓦凤参丝,多于周深之薄吕,直南横剑,多于九土之成锅,管弦欧雅,多于世人之言语,耻天下之人,不敢言而敢怒,不夫之心,日以交故, 数族教,韩国举,楚人一举,可怜焦徒,世中所描写足够我们参考,都可以遮天蔽日了,都可以四季不同了,这是何等高大威然的宫殿,才能做到这样? 后来国际上也承认,河庞宫是古代最为雄伟的宫殿,可是就是这样一座高大的宫殿,现在也只是一片废墟,当年刘邦进入咸阳之后,在萧河等人的帮助下,对于一些古代书籍和宫殿的保护,还算比较完整,像与这个屠夫进入咸阳后, 并没有展现出贪力跋山稀气态势的英雄气概,反而大肆掠夺财宝,杀害百姓,尤其是最为豪华的河庞宫,成为像与首先抢夺的对象,在抢完之后,像与还要烧了河庞宫,仅仅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罪状,据说大火烧了三天三夜,河庞宫还没有烧完, 这样一座历史罕见的瑰宝就这样完了,随着灭亡的还有昏庸无道的大秦王朝和秦始皇历经万事的梦想,建国之后,我们国家深知阿庞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,所以用了五年的时间,花费了三个亿的资金,把阿庞宫从一座破烂不堪的废墟,变成了可以参观旅游的好地方,许多小伙伴在读过了房工复之后, 终于有幸看到这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宫殿,虽然和当年没有任何的可比性,但也足够让前来参观浏览的朋友眼前一亮,但是就是这样,修建好的阿庞,供在十三年后招到拆除,不能使用了,其中的原因有很多,拆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真的令人为这座浩浩荡荡的古代建筑而感动可惜啊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